開車幫幫忙 大家好 我是彥利老爹 我們今天要講一下 有很多網友在問 因為我們做的這些單元 他們就說老爹 那可不可以告訴我們大家 我在開車前 或者是我要出遠門前 我要檢查什麼 可以保障我的安全 我覺得這個觀念非常好 給這些網友公共利一下 開車前要注意什麼 當然我覺得車子 就跟你的女朋友一樣 女朋友呢 比如說今天感冒了 開始咳嗽了 或者講話沙沙的 你會不會去問問她一下 寶貝要不要去看個醫生 你不關心她她會怎麼樣 跟你翻臉 你不關心我嗎 你不愛我嗎 對不對 車子也是一樣 車子一樣 就是在我 我是不會每天 老實講 但是我時常會注意 以下幾個狀況 第一個 有沒有這些湯湯水水的跑出來 比如說避震器四根 我會拿手電筒照一下 有沒有漏油 這第一個 第二個呢 你的車位上 接近引擎的那個位置 我會把車開走 回頭 下車回頭看一下 我的車位 停車格上 有沒有什麼油 黑色的油 或者接近油的什麼東西露出來的 這代表呢 你的車子可能感冒了 跟你這個女朋友流鼻涕一樣 流的東西出來 你沒去檢查 其實這個會造成傷害 另外呢 其實有些油品 比如說引擎打開 引擎蓋打開 引擎蓋打開 你可以看一下 煞車油的那個油瓶的位置 是不是在接近上限 我們通常會建議加到上限 這是比較好的 好 那另外一個就是 好假設都沒有問題 然後呢 再看一下 機油的油尺 這個油尺的位置 如果機油是不是在 上限跟下限的中間 這位在中間是比較好的 這個也可以稍微注意一下 好那最後呢 如果都沒問題 你上車了發動 記得不要馬上開走 看一下你的儀表板的燈號 上面有很多燈號 比如說有什麼 綠色黃色紅色的 這都是一些提醒的一些燈號 但是如果有幾個 有兩個地方要注意 如果你看到黃色的燈號亮起來 就代表提醒你 你應該要去做檢查了 比如說胎壓不足 或者是比如說ABS壞掉 你可能要去檢查了 那如果是紅色的燈號 代表你要即刻立即做一個處理 比如說手剎車沒放 車門沒關 這代表你要立即做處理 所以儀表板上的燈號 非常重要 所以我剛剛講 你開車上路前 出發前 記得 看一下你的當當水水 然後注意你的儀表板上的燈號 這個都跟你的安全性息息相關 好的 開車幫幫忙 我是顏利老弟 我們下次見 拜拜 我們下次見 下次見